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可以先跟我们说说传承的味道 奶奶的红烧肉 在我们这个快节奏的现代社会 许多人可能会觉得 传承这个词听起来有些老土 仿佛是从古老的书卷中走出来的 然而 当我们提到奶奶的红烧肉时 这个词却瞬间变得温暖而生动 红烧肉不仅仅是一道菜 它更是一种情感的寄托 一段历史的回忆 首先 让我们来聊聊红烧肉的制作过程 想象一下 奶奶在厨房里忙碌的身影 锅里咕噜咕噜冒着热气 香味四溢 它用的不是现代的高科技炊具 而是那口老旧的铁锅 仿佛每一块肉都吸收了岁月的精华 奶奶总是说 红烧肉的秘诀在于火候和耐心 这让我想起了我年轻时的一个小插曲 我曾试图模仿奶奶的做法 结果把肉煮成了红烧砖 不仅没能传承味道 反而成了家里的笑饼 红烧肉的味道 除了调料的搭配 更在于那份情感的传递 每当我品尝到奶奶做的红烧肉 仿佛能听到 她在厨房里唠叨的声音 教我如何用心去对待生活 她总是说 做菜就像做人 要有耐心 要懂得调和 这句话不仅适用于烹饪 也适用于我们的人生 而在每一个家庭中 红烧肉的做法 可能都有所不同 有人喜欢加点八角 有人则偏爱用冰糖来体现 这种差异 正是文化传承的体现 就像我们每个人的成长经历 都是独一无二的 每当我和朋友们聚在一起 分享各自的红烧肉秘方时 总能引发一场红烧肉大赛 笑声不断 温暖满满 最后 我想说的是 红烧肉不仅仅是一道美食 它更是一种情感的纽带 无论我们身处何地 奶奶的红烧肉总能 让我们感受到家的温暖 或许 这就是传承的味道最真实的意义 在每一口肉中 品味的不仅是美味 还有那份来自家族的爱与温情 所以 下次当你在厨房里尝试做红烧肉时 不妨放慢脚步 回忆一下奶奶的教诲 或许你会发现 传承的味道 正是生活中最美好的调味品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节日的象征 团圆饭的灵魂 各位同学 今天我们要聊的主题是 节日的象征 团圆饭的灵魂 在这个话题上 我想先问大家一个问题 你们知道 为什么团圆饭总是要在春节 元宵节等重要节日上出现吗 答案其实很简单 因为没有团圆饭 节日就像没有盐的菜 味道总是差那么一点 团圆饭 顾名思义 就是一家人团聚在一起 共享美好时光的饭菜 它不仅仅是一顿饭 更是一种情感的寄托 和文化的象征 想象一下 春节那天 家家户户忙着准备 丰盛的年夜饭 桌上摆满了鱼 肉 蔬菜 甚至还有那象征的 年年有余的鱼 可你知道吗 在某些地方 鱼的做法 还得是整条上桌 因为鱼与鱼同音 寓意着来年富足 说到团圆饭 我想起了一个有趣的故事 曾经有一个年轻人 因工作原因常年在外 春节回家时 他的母亲特意为他 准备了一桌 丰盛的团圆饭 年轻人一进门 看到那一桌美食 眼泪都快掉下来了 可他一边吃 一边低头玩手机 完全没注意到 母亲在旁边默默地看着他 母亲心里想着 我辛辛苦苦做的饭 你就这样对待吗 于是 他决定给儿子一个教训 他把桌上的鱼 换成了鱼香肉丝 结果年轻人一口吃下去 愣住了 妈 这是什么新菜 母亲微微一笑 这是我为你准备的团圆新方式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 团圆饭不仅仅是食物的堆砌 更是情感的交流 和家庭的凝聚 每一道菜背后都有故事 每一次相聚都值得珍惜 团圆饭的灵魂 在于他所承载的亲情 友情和对未来的美好期许 所以 下次当你坐在团圆饭的桌前 记得放下手机 和家人聊聊天 分享一下彼此的生活 毕竟 团圆饭的真正意义 不仅在于美味的食物 更在于那份温暖的陪伴 和无价的回忆 最后 祝大家在每一个节日 都能享受到美味的团圆饭 和家人一起创造更多的快乐回忆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爱的滋味 母亲的手工饺子 在我们探讨爱的滋味 母亲的手工饺子这个主题时 不妨先从饺子的历史说起 饺子 作为中国传统美食之一 早在东汉时期就已经出现 传说中 饺子的发明者是张仲景 他为了帮助乡亲们抵御寒冷 发明了这种既能保暖 又能填饱肚子的食物 可见 饺子不仅是美味 更是温暖的象征 而在现代家庭中 饺子更是母亲爱的华山 想象一下 母亲在厨房里忙碌的身影 面粉飞扬 水开的又关 手里的饺子 一个个被捏得饱满而精致 每一个饺子 都像是他对孩子的关心与爱护 包裹着的不仅是肉馅和蔬菜 还有他的心血与祝福 有趣的是 饺子的形状 也有着丰富的象征意义 他们像元宝 寓意着财富和好运 而在春节时 吃饺子更是希望来年能招财金宝 所以 吃饺子不仅是为了填饱肚子 更是为了迎接美好的未来 当然 母亲的手工饺子 也常常成为家庭聚会的焦点 想象一下 家人围坐在一起 边包饺子边聊天 还生笑语不断 每个人的饺子形状各异 有的像小月亮 有的像小船 甚至还有的像个外星人 这时 母亲总会笑着说 这饺子包得真有创意 看来你们的艺术细胞 都被我传承下来了 而孩子们则会调侃 妈 你的饺子才是艺术品 简直是饺子界的毕加索 在这个过程中 饺子不仅仅是食物 更是家庭情感的纽带 每当我们咬下一口 仿佛能品尝到母亲的爱与关怀 正如一位哲学家所说 食物是文化的载体 而母亲的手工饺子 则是爱的最佳表达 所以 下次当你坐在餐桌前 想用那一盘热气腾腾的饺子时 不妨闭上眼睛 细细品味奶粉来自母亲的爱 或许 你会发现 爱的滋味 正是那一口饺子里 最真实的存在 大家好 我是来自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今天 我们聊了几个温暖的主题 奶奶的红烧肉 团圆饭的灵魂 和母亲的手工饺子 这些美食 不仅仅是我们餐桌上的美味 更是情感与文化的传承 承载了无数家庭的温暖与回忆 首先 红烧肉是奶奶的手艺 蕴藏着她的耐心与爱心 仿佛每一口 都能让我们感受到家的味道 团圆饭则是节日的灵魂 象征着亲情的团聚 让我们在欢声笑语中 回味无穷 而母亲的手工饺子 不仅是对美味的追求 更是爱的化身 包裹着母亲的关怀与祝福 深入分析这些主题 我们不难发现 食物与情感是密不可分的 每一道菜肴背后都有故事 而每一个家庭的味道 都是独特的 当我们在厨房里忙碌的时候 或许应该放慢脚步 细细品味那些 来自家人的教会和温暖 毕竟 生活的调味品 往往就是这些 传承下来的美好回忆 最后 我想邀请大家参与讨论 你们有什么样的想法 你们的家里 有没有特别的传承的味道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让我们一起分享 那些温暖的故事吧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穿越系列节目 这个节目由媒体专业人士 科学家 工程技术人员编撰 设计 制作 但是 这些内容并非用于做出决策 或法律裁定的基础 欢迎在节目留言区 发表您的见解 纠正节目可能存在的错误 谢谢大家收看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给我们节目点赞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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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